有人說因為熱影象儀可以拿用來抓肉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 熱影象儀到底能不能看到牆壁裡面的水管 那我手上有一台熱影象儀 這一個的話是320x240解析度的 那他現在看到的是一般可見光源模式 所以他看牆壁是沒有什麼特別 你也不知道牆壁裡面有什麼 那如果我們把他的功能開啟 加入熱影象模式的話 你就看到這一面牆壁出現了一條很亮的光條出現 這個呢就是熱水管 因為他的溫度很高 在我們牆壁裡面 但是呢實際上除了熱水管之後 還有一條水管就是冷水管 但是冷水管我們是看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冷水管的溫度跟室溫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跟牆壁本身的溫度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他我們就無法找到他的位置 只能知道說透過熱水管知道說他這兩條水管 應該是並行並在一起的 來判斷出來 但是如果條件下面可以讓我們 可能會知道冷水管在什麼地方 就是冷水管如果有破掉 冷水有滲透出來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水的一個揮發的一個關係 會帶走溫度 那麼就有機會可以看到牆壁漏水可能的地方 但是溫度差非常的低 所以不見得保證一定能夠看到 但是你只能看到說 這個牆壁裡面這個光韻略有差異 有一點擴開來 就表示那邊的溫度可能略低於旁邊附近的溫度 可能只有0.0幾度而已 但是呢可以透過熱像椅 稍微看得出來一些些蛛絲馬跡 這個就是牆壁裡面的熱水管 看得到這邊的話 你看這個熱水管 稍微有一點斷掉 表示這邊略省一點 或這邊有一個固定漆在這邊 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這個熱水管線 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也有一個